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安能聚绿能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吴俊龙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董事长您好 你好 董事长想要请问一下 安能聚绿能股份有限公司 它是核心技术是什么 然后它的一个大概严格 大概跟我们说一下 好吗 好 我们公司核心技术叫做 微波辅助热烈解 是 那简单讲热解就是 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 这个控寒期这种概念 它就是在一个没有养的状况 很高温 把东西分解掉 那它跟我们控寒期不一样 它只是熟 那我们现在是要把 利用高温把这个碳氢化的物 有机物像说轮胎塑胶 纸张 植物这些东西分解掉 然后再把它回到变成是一个 油的状态或者气体的状态 是 那这个过程中它会固定一些碳下来 所以当初这个技术的起心动念是在挪威的技术 那我们是希望利用这个技术把一些过剩的木头植物或者一些废弃物分解掉 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去固碳 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最完美的技术 因为它等于是透过植物去吸收二氧化碳之后 再透过这个技术把这个碳给固定下来 那产生出来这些油跟气就可以拿去发电啊 当燃油这样子 那在固碳的状况也是很稳定 它不像是现在的固碳技术 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 再经过化学反应或者风存在哪里 这不用这个碳就跟我们一般生活上看的碳是一样 所以你可以随机丢一在地上 它跟环境都是很很很那个什么 完全是非常friendly就对了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核心技术带到台湾的时候 却遇到困难了 是的我们在台湾这边所遇到实际上的困难 是因为当初起心动念是希望说利用这样一个技术 然后未来是可以授权卖出设备给所需要的厂商 那所target的主要的原料也都是以废弃物为主 因为我们那时候的一个理念就是 把人所产生的废弃物分解掉再去发电 所以你有人才需要电 有人才有废弃物那就是一个完美的循环 但是台湾的废弃物的处理的法规 你必须要有征兆才可以做这件事 而且你要针对性去处理 比如说你要针对轮胎去处理 你要针对塑胶去处理 不能像我们这样就像在做验证 所以你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我们马上就遇到政府的法规 而且他的处罚又非常重 所以我们在台湾在运行这件事情上 实际上就遇到很大的法规上的困难 但是我们还是要解决 解决了之后 其实我们去重新定位我们的技术跟我们的产品 我们在循环经济当中看到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再生材料 他要怎么样被重新的定义才能够发挥他最好的价值 对吗 以再生材料 因为我们在实际上就遇到这些废弃物的问题 法规的问题 所以后来公司就有点转向就是说 如果卖这个设备只是去卖出去 好像就是一个商业模式 那就只是赚钱 但是我们公司的创办人跟团队 大家都希望能够利用这样的很特别的技术 成就一个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后来在台湾就觉得说好 比起这样子我们就遵循台湾的法规去申请这些证兆 但是我们target的东西就不要是一般的飞机器物 而是去处理一个全世界大家目前都很难处理的这个复合材料 那复合材料 比如说碳线复合材料玻璃纤维的复合材料 是 用在一些轮船啊 锋利液片桨啊 车后飞机上面 这些东西都要求的要很稳定 所以也就是很难处理 所以我们在台湾 第一件事我们就target在就是我们来解决 全世界复合材料这个问题 是 那但是你解决了 只是把它分解掉 但是要怎么变成它是一个循环的经济 是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老是常常讲就是不要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你的东西要能够循环 东西一定要好 一定要带来价值 是 要好要带来价值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处理的流程 品质要好 所以从前面的原料的筛卷 那个分选到处理的技术 到后面的加工到应用 这个流程 我们其实每个环节都必须要导入 除了我们在挪威技术之外 我们在台湾还研发了很多新的技术 是 一起把它导进去才能够解决这个碳纤维 从回收到循环再到再利用这件事情整个 cross loop的概念 嗯嗯嗯 对中端消费者他要认识所谓利用再生碳纤维 所做到的东西 他是比如说他在重量他会更轻 可他在硬度却会是更好 对不对 对 可以举个例子告诉我们吗 哦 譬如说呃我们现在所熟呃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一些呃产品 譬如说脚踏车 是 他如果原来是铝制的脚踏车 当然就很重 然后后来用了碳纤维之后 他就变得轻了 是 那譬如说飞机过去可能是铝坐的 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止飞美国 他必须要转机 但是现在碳纤维之后可能就可以止飞美国 是是 所以他因为他比较轻 所以他燃油就可以用的比较深 然后他比较强 所以在有一些 呃像我们有些利用在建筑物上面的话 他就可以承受比较大的冲击强度 耐震这一方面 嗯嗯 那回收的碳纤维 其实跟新的碳纤维差异不大 嗯 他只有在那个长度上有差别 所以强度上会有一点降低 嗯 那因此我们在所谓这个回收材料的使用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根据这个材料现在的特性 是 他虽然现在是呃非连续纤维 是短的纤维的 强度稍微差一点 嗯 但是在有些应用上面 譬如说一些生活用品 嗯 像说碳纤维的一些高阶的生活用品 譬如说碳纤维的水壶架啦 哦 踏板啊 或者是一些管材啦 这方面的应用 甚至一些支架 公司未来会发展一些 展展展展用的支架 或者是说居家用的一些展 那个橱柜 那都可以用到相对是比较轻的 所以我们诉求就是呃 一般的妇女或者蓝领阶级 就可以很轻松去做组装 是是是 那这样子带来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体验 嗯嗯 他一样的抢 跟原来的钢比一样抢 但是却很轻 是可以带来让你的生活变得 比较轻松比较舒服 甚至比较好的体验 是是是 哦 那呃呃 对于终端消费者也有一件很棒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终端消费者呃 如果一台脚踏车被我们骑 骑到我们想要换的时候 那台脚踏车我们要怎么做处理 他还是遇到要回收的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有发展到RCF的这个部分 可以让消费者辨识呃 如果这个是一个RCF的那我们就可以呃 把我们的这个东西然后回收到这里 对不对 是嗯 公司的规划也是希望说 呃 不要让这个市场上的资讯是产生一些错乱 是 那我们希望能够尽到这个社会的责任 嗯 所以公司之后所发展出来这个 回收碳纤维会建立一个品牌叫RCF 是 他就是recycled carbon fiber的一个 的一个简称 哦 那为什么发展这个材料 是因为我们希望 能够尽到一个社会 那个一个责那个企业最完整的社会责任 就是你自己的产品 嗯 自己要能够回收 嗯 处理而不要对环境造成另外的 伤害或影响 是 那因此我们发展这个产品就是 第一个我们会承诺说 你使用我们这个材料的 嗯 未来我们可以回收 嗯 不管是你使用我这个材料的品牌商 哦 挂别的品牌 还是我们自己未来所发展的一些产品 我们公司都愿意散尽这个 回收的责任 让它不断的使用 嗯 OK 那想要请教董事长 我们对于就是安能聚绿能股份有限公司的短中长期计划吗 我们在台湾当然第一件事情 因为 呃 他这个材料算是一个很新的材料 全球目前出道的很少 嗯 那我们在台湾 因为有个有 得天独厚的 的一个机会 就是台湾的加工链很完整 是 台湾在做复合材料的厂商也很多 嗯 但是几乎都是小公司单打独斗 除了少数像 呃像巨大 是 这种脚踏车厂 或者明安这种高尔夫球公司 然后球杆的公司之外 嗯 所以我们在台湾第一件事情是想要完整整个产业链 从 回收的技术 从加工材料 资生产 到后面的制品这件事 完完整 去建构一个产业链 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 呃 因为台湾还是以 台湾还是以加工为主 那我们绝大部分的客户还是在欧美 嗯 所以我们希望欧美的客户 不管他是需要产品 嗯 消费者需要产品 还是中 他们需要成型材料 我们都 大家能够一起 吸手来解决这个事情 是 那第二个 我们希望下一个阶段 因为 在台湾的复合材料 相对全球来讲 他还是有占比还是很少 是 但是这些复合材料 他可能在美国 譬如说 呃 美国的那个 脚汗车啦 锋利液片啦 欧洲 那个丹麦那边 那个 那个锋利发电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问题 或者美国的飞机坟场 这些还是要想去处理 所以我们希望 能不能把这个技术 虽然立足于台湾 但是 能够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在台湾 就接下来下个阶段 就要去发展 在整个前面回收的技术的时候 想要变成是一个无人化的工厂 OK 这个无人化工厂 我们未来在可以从台湾 整场输出到海外去 嗯 直接把这个 不能回收的复合材料 变成 可以回收的材料 嗯 回收的材料之后 再透过我们加工的 这些产业链 再把它变成 能够给消费者使用的 一些产品 嗯 嗯 啊 这是我们的中长期计划吗 嗯 那呃 其实刚刚听董事长这一番的 啊 说明 很难想像是在短短8年之内 我们就发展到今天 这样的一个规模了 那可以请董事长 您讲讲您个人的经验 是什么样的一个经验 可以让你就是 呃 凭着这样的一个技术 通常研发人员 看不到这个技术背后 他能够整合出来 这么样的一个属于产业链 比较高瞻远瞩的一个 呃 先行性的这样的一个呃 呃 带动呃 您这方面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吧 啊 这很跟我求学过程 跟过去的工作过程有关 是 我可能算是比较不务正业啦 所以我从从清大化工跳到台大神化 再跳到去国外开鞋场 然后后来回来台湾生物科技 电子商务产业 然后再到 再到这个 后来回去清大念这个维基电 OK 的博士 然后有幸能够跟这个前董事长 陈董一起来创立这个公司 是 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只有坚持一个想法就是说 你不要去排斥任何的机会跟知识 所以有机会学的东西我们就去学 OK 但是你学这些东西不管你做任何的学习或者任何的知识 其实最终就是要解决问题 所以而不是说立足于技术本位就是我只做这件事情 那客户要不要用随便 所以我们在想的事情是客户到底要什么 客户 假设是品牌商他要一个踏板 那我们就联合踏板的厂商 联合中间复合材料成型的厂商一起解决他的问题 客户要塑料利 那我们就联合可以帮我们合作 一起开发塑料利的厂商一起做出塑料利给他 OK 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解决客户的需求 而不管这个客户需要是什么 那我们公司就是去统合这些技术或者资源 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 OK 所以比较没有受限于原来自己能做什么事情 而是解决客户最终的需求这样子的角度 而且以您的眼光来看 就是说其实全世界能够做到这样的核心技术 也不过才两三家 而台湾却有这样子的一个 您自己认为我们公司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这个信心来自于哪里 我觉得目前全球政治来讲 应该大概只有三家能做得到 一家在美国 一家在比利时 一家就是在台湾 我觉得在台湾 我们可以很自豪的认为 我们未来会是全世界最强 有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些东西除了回收之外 它最大最大问题 它还是要能够回到市场上 还是要回到客户的手上 但是这个过程中需要有很多 这个过程中加工链的厂商一起做 比如说你做成碳线油回收杀之后 你要把它做成材料 做成复合材料 再做成成品 这个过程至少四到五个阶段 甚至还有组装厂 四到五个阶段的厂商必须一起参与 但是在国外因为他们都比较没有这个中小企业 所以他们的加工链比较不完整 都是属于这样整合性的公司里面 所以你很难去切入 立即切入这件事情 但对我们来讲 我们有很多选择 我们没有踏板可以做水无价 没有水无价可以做可以做雨垫 我们很多选择 这在台湾的加工链很多 是 特别在台中这个复合材料的居度很多 所以我们要完成这个 所谓材料回收到产品的验证 这件事情在台湾 我认为是得天独厚的机会 对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跟这些厂商一起走出去 来解决客户的需求 真的未来可期 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安能聚绿能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吴俊龙先生 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就是说核心技术通常对人家来讲是很陌生的 然后我们消费者 中端消费者看的也是产品 然后注重的是体验 可是在我们的安能聚绿能 这些东西都被非常的仔细的去设想到 然后用我们跨领域的这个经验 去把它整合 然后带动很多的一个产业链 各个厂商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思维 都可以加入对不对 是 非常感谢董事长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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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